又来到了每年5月的报税季节 国税局华联分局表示 今年按照去年防疫措施 申报地点也要在国税局一楼 同时也管制每次20人进入申报 而今年新增手机报税功能相当方便 民众可以多加利用 不过要提醒民众 今年5月1号遇到周休假期 国税局并未提供报税服务 请民众不要前往而扑空 民众报税越来越简便了 今年传政部国税局更推出手机报税功能 民众只要用手机 手指头轻轻点一点即可完成 但是必须是要月租型的电话门号 并按照步骤才能够进行报税相当方便 那我们手机报税其实有一个限制 你的手机必须要是你自己的手机 那我们为什么会推出这个手机报税 因为我想大家今年度就人手一机 大家说手机这个就是已经是现在民众的一个非常方便的一个 就是一个手机联通讯方式 所以我们国税局在今年度也特别开发了手机用手机报税的这项新措施 所以方便民众你只要学会了这个手机报税的一个流程的话 那么你只要在5月1号到5月3号任何的时间 你都可以利用这个网站 就是利用网站来这个做那个申报的一个申报 那只要上传过去那就可以也就可以 就是说不需要到这个任何地方都可以报税 那也不需要到就是说一定要到国税局来 那这个手机呢我们有一个当然一个限制 那这个手机呢可能必须要是您自己本人的手机 那这个而且这个手机呢必须要是你的月租型的手机 你比如说你用义务卡那是不行的 而为了确保大家的健康安全国税局也做了相关因应措施 希望民众报税更加顺畅 那为了便利民众啊 那我们其实我们在这个今年呢还是维持一个月的时间 但是我们一个月时间当中我们有几天的中午呢 为了便利我们花年的乡亲来申报呢 所以有些中午的时间呢我们不休假 那比如说5月3号 那其实正式的开始是从5月3号 因为5月1号2号放假 那我们正式的国税局呼的事情从5月3号开始 那5月3号那中午的时候我们不休假 另外呢最后的一个礼拜 5月25号262728 然后再加上31号 这几天的中午的时间我们也是不休假 还方便一些 还平常没有时间来了 那么你可以利用这个中午的时间 来国税局来办理申报 今年因为政府民众防疫得当 所以维持法定申报从5月1号起到5月31号 不过今年5月1号遇到周休假日 国税局并未提供相关的报税服务 提醒民众不要前往而扑空 不过这两天民众仍可以前往申请调阅所得 及扣除额资料 提前做好申报准备 或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向国税局咨询 记者刘明胜花莲市采访报道